萨古鲁谈以频繁的方式生活 萨古鲁说 生命本可以更加精彩 分别心却会缩小你体验生命的范围 自负是灾难 自负的人在不同层面上 一贯是暴君 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自信 也不是与众不同 而是意识和觉知 那些害羞的人 无法面对他人并处理困难的局面 无论何时 当我面对任何情况任何人 我都把他们当作我自己的一部分 我对着他们说话 就好像我对着自己说话 当你对着自己说话 你需要自信吗 不需要 当你对其他人说话时 你才需要自信 当你对自己说话时 你可以说 任何一切你想说的 这当中没有任何困难 这也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 如果你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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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觉知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觉知 没有其他的存在方式 仅仅是因为人们有了分离感 所以才需要培养觉知 人们试图变得有觉知 仅仅是因为他们将自己与万物分离了 你在无意识中创造了你的大部分的分离感 你有意识地创造了其中一部分 因为你觉得通过成为特别的自己 就可以从这个世界得到关注 在西方文化中 从孩童时期开始 人们就被训练成为特别的人 这样的努力和尝试 这样的试图成为特别的自己 是一种疾病 因为一旦你得了这样的疾病 就无药可救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不得不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来证明自己是特别的 这是关于成为非凡 extraordinary 也就是extraordinary 比其他人更加平凡 当你不再努力让自己变得特别 你就纯粹是平凡的 这样你才会凸显自己的非凡 包容万物就是非凡的 这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我说包容万物 这不是我的学说 这不是我所装饰的理论 而是存在本来的方式 只有在包容中 存在才能够运作 如果你如此具有分别心 为什么你要吸入 我呼出的空气 当你试图单独的 没有流动的呼吸 你就会死亡 只有在包容之中 生命才会发生 当我说到包容 我们不是在教导 你一种新的哲学 我们是在谈论回归 生活本来的方式 本真而平凡 这是平凡的 但也是非凡的 感谢观看